大家好我是Pantern版丹 歡迎收看Dishonored 《皇教衛生院屋》第36集 我們之前就在燈窩塔塔裡面 差不多清潔了牆 現在欠缺的除了這些Bone Charm 和Rune還沒拿之外 就是這個Optional的任務 上去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Broadcast Center 它的廣播中心 是不是破壞了它 就讓它不可以做一些宣傳活動的工作 沒錯這個Broadcast Control Station 還有沒有守衛守住的呢? 這裡進去嗎? 咦? 要上去這個塔頂啊 咦?那個塔頂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經過塔頂才能到Broadcast Center 來啦 總之... 我現在帶了我來塔頂 我儘管看看 嘩多 有很多怪的風聲 而且我剛才看到一個守衛 有這麼大量的老鼠 守衛走到哪裏呢?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這裡是Alarm 說不止一個守衛 高處有沒有地方? 有沒有落腳的地方呢? 附近 如果沒有的話 我怎麼對付這麼多人呢? 嘩 我也有一個 嘩會不會... 死了走到過來 被夾擊 蛤? 我還不停 還可以掩暈嗎? 還可以掩暈嗎? 太神奇了 喂 馬上走 時間到了 嘩 似乎有一點被人發現 準備好 準備好人戰 先喝藥 先喝藥 DADMISSION 過緊來 這裡過緊來 夠不夠... 不夠... 發術停時間 但不要緊 要... 要... 這位人就... 做事 馬虎 明明聽到有些聲音 但... 走一半就放棄了 那... 不理他了 嘩... 剛才都千軍一發 真的... 有什麼辦法 不用... 減停時間 可以... 對付到他們呢? 我剛剛... 我在研究 有沒有辦法跳上去 這麼高的地方 好像不太行 咦... 那個巡邏走了 那有機會 看看... 那會巡邏多遠呢? 我先從黑影 閃去黑影 安全一點 反正... 用Bling的話 就不會浪費我很多MANA 所以應該不用太擔心 右邊這邊會不會有人巡邏呢? 沒有 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閃去這位... 這位... 是同一個人來的 是同一個人來的 那... 我要等他走一走 但這裡好像不是Broadcast Center 這是什麼地方呢? 稍微等... 另外這個守衛 沒錯 他走了 但我等他有點MANA回氣 直接跳到後面 我的守衛走完了 PUSH 搞定這個 好像聽到Tawboy的聲音 但我有點擔心 但我有點擔心 嘩 Tawboy在室內嗎? 不是那麼神奇嗎? 這麼高大走進去室內? 好 那... 我們不要進去... 真的進去室內 先裝一裝 嘩 這裡是什麼地方 竟然在室內有Tawboy? 另外這個守衛... 看不到我不是大件事 等一下... 喂... 不要騰到這麼高 我一陣子會去處理阿LAM的 但... 首先等另外這個守衛走過來 好了 似乎... 差不多是落手司機了 好 好 繼續走 不要管阿LAM 當然... 先處理守衛 放在草叢 不算了 那... 這裡庭院... 庭院... 庭院... 有一個綠色燈的是什麼? 這個阿LAM 我先處理你 Rewire 先 好多人 但光燈照著 這裡 如果用這個Dark Vision 看看附近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拿一下 沒有啊... 只是室內有隻Tawboy 這裡我似乎可以... 在這裡... 側門的窗口進去 但是... 嗯... 哎呀... 不行啊 我怕我一跳就會進去裡面 這樣就不太好 那... 跟Tawboy... 四目交頭 我又沒什麼特別好跟他說 要開戰起來也不太好 Tawboy這些東西很難打 再裝一裝 另外這邊... 另外這邊的窗口就封住了 就是只有一個進入的機會 只有一個方向是比較好的 一不就是正門進入 一不就是窗口進入 安全起見 等他走過的時候呢 好... 站在這個位置 等他轉身的時候 看他會不會... 喂...好像有一點點會見到我 好像有一點點會見到我 下來比較安全 那要等他走開 我們又再一次是... 等他走開 即是我們... 如果... 進去裡面有沒有地方躲呢 你猜 下來這裡 這裡是Region Save Room 原來 原來他說 塔頂的Save Room 就在這裡 好... 看看我們... 看看我們... 可以怎樣對拖波 可不可以殺掉 其實... 閃閃到直接殺掉 就算了 看看有沒有其他守衛 在這裡 我怕不殺掉 實在太難做事 那... 等他走開 先來再來 先看看 我們可以形仔的解決它 喂...喂... 我們在高處跳下來 會... 形仔的解決得到的機會 好像會比較高 在平地好像不太跳到 上去去 等他路過 先給我一點點時間 好了... 上來這裡 跳不跳到上面呢 就是這樣,我跳 搞定 嘩,但會不會爆出自己 原來還有一隻OVERSEER 但原來當沒事發生,OVERSEER 竟然這裡又有老鼠洞 原來應該外面可以上老鼠身進來 OVERSEER發現,發現這隻東西不見了 試試看,不小心看過來 看來這裡只有一個OVERSEER 你也很放心 對自己的手下,尤其是OVERSEER的能力有點高 手掛了金錢,桌上有書看等等 是什麼回事 有很多書信 我似乎 不是,只是一本書 看過了,如何挑選小朋友 挑選小朋友做OVERSEER的書 我發現那妹妹在樓上 不是這條什麼樓梯嗎 直接就開了,完全沒有裝一裝 很大膽 你很大膽 你很大膽 有個壞了的Alarm 在樓上 我當然要上到樓上 要... 拆走你這個WARF LIGHT 咦? 這樣插著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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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你不是以為這樣插著我嗎? 他們似乎對... 呃... 那些OVERSEER的能力的人都不太認識 稍微認識 我都應該知道 這個地方留在一條縫 就... 不可能插著我 我剛才一拼... 那我關掉鯨魚油 應該已經可以了 不過不要緊 現在這裡這麼大地方 人都沒過 生命值很充裕 完全不需要再撿藥水 拿一碗 看看OVERSEER的房間 就... 有些戰略方法 地圖啦 整天都怪聲的 爬上去這個地圖上看看 好像很漂亮的 地圖 有光 看不明白了 這本書是什麼 Red Plate 看過了 看看這個書信寫什麼 Losing Support 好了 這封信是由General Tobias 傳給Lord Region 他說 由於我們沒有了 Boyle Family的財政支援 因為之前我們解決了Lady Boyle 運走了 情況很危急 我們現在呢 就要縮減人手 基本上 在這個Vanhaven River上面 這個Dunwald Tower附近的巡邏船 就被重新調配去了North Bank 這個北面的... 北面的河岸的地方 應該是 意思呢 就是要保護我們 僅如在... 燈和... 以外... 的農地 運來的 糧食的 路線的補給 好阿頭 我現在必須要警告你了 那就代表呢 如果有人在 Water Lock那邊 上來這個Dunwald Tower 他就... 那裡沒有船去巡邏啊 無遮無掩的啦 雖然呢 就在那裡進攻的機會呢 就比較微 但是我始終都要... 但是我始終都要... 但是我始終明白你會有些擔心的 諷刺地呢 自從... 上個月開始 由於那個水閘那個所壞了 而負責維修的蠢 就沒有辦法維修到他 加上Socloff又不見了人 又是被我做的好事捉走了 這裏根本沒有人可以知道如何維修那個東西 令他再次運作 所以任何人呢 如果由河流那邊來進攻呢 就必須要在Water Lock的水閘那裡 爬那些喉管上來 實在難以想像哪個人會這樣做得到 呃... 那我就當然啦 這些東西就留給我們偉大的主角完成了 Exactly 是我做了的事情 在河流那邊過來 並且爬那些喉管上來 不過他也說得對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情況下 我都覺得幾難搞 我都在想 嘩...那些喉管 究竟要怎樣才可以上去啊 這裡幾張相片 不見了人的包括是... 這兩個是Pandleton兄弟 沒錯 然後這個是Socloff 我剛剛執了一條叫Planning Room的鎖匙 哪間房是Planning Room呢 這間房就是Planning Room的體力 但是我一早已經開了 但是其實... 這裡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再拿了 我上來... 即是如果我一個不小心觸動到樓下的警衛 所以我應該會跑回到這裡 應該會跑回到這裡 但是這裡都被我手刮乾淨之後 我應該可以拿回到樓下 那我不是要走來這裡去找Podcast Control Room 有另一個地方 啊...我之前不是... 這裡什麼... 提供跳樓好地方 哦...沒錯 這裡看回到樓下的庭園 不見了Tall Boy 但是看到老遠那個還在巡邏的人 這裡看回到樓下的庭園 就是我曾經前兩集在這裡研究了很久 究竟... Tall Boy還在這裡 究竟那個心顯示有一個傷害 還是有Bone Charm 但是我找不到這條路上來 原來就是代表... 在上面這裡 怪不知我... 呃...之前在那個... 花園那時候... 是上不來拿的啦 是沒有路可以上來的 根本... 那我們就要回到樓下先了 進來室內之後呢 都應該沒什麼敵人 問題就是... 還有一個Bone Charm 一個Rune 還有我仍然是要去那個Podcast Control Station 究竟... 怎麼去的呢 那裡... 過了先 呃... 我不是一定要經過Lord Region 這間房間才過到去 這麼有趣吧 嘩嘩嘩 走出來了 他 我正在用什麼... 守衛都應該沒有了 先看看... 我找一條路過去那邊 唯有... 找到路先 呃... 這裡門? 莫非是... 看看... 對啦... 人就... 都沒有了 這裡應該也跟Lord Region的房間隔著門的 看看有什麼書 哎呀哎呀... Tower of Dunwall有沒有看過呢? 看一看... 燈很特別喔 加了一塊鏡在上面 好像是否加強那個照明的能力呢? 那...Lord Region在旁邊 我們不要煩惱住 看看這間的BROADCAST CONTROL STATION 有什麼... 好似無人控制的喔 只有... 只有... 只有一個握PILOT 埋不住 那我就... 上面還有一個人在樓上喔 這裡有點擔心 喂! 稍微走近一點點 就被人電了一下 有什麼辦法可以進去呢? 拿個心出來也沒用 看看我有沒有辦法... 他... 他... 那條電線駁去哪裡? 在樓下 我為什麼可以到樓下? 我沒辦法一距離樓下呢? 其實... 嘗一下先 啊... 閃到那隻角落頭 嘩... 好像會被人碰喔 走喔 嗚... 原來這個攻擊這麼密 再來... 要... 有什麼辦法可以直接關掉這個東西? 我在樓下好像找不到樓梯上來 看看樓下會不會有路 如果在那邊 電線在那邊 在樓下看見不見有路由那邊關掉才來處理 這房間有門 之前沒有來過這房間 不要緊,我有鑰匙 當然沒有人阻止我 鑰匙也被我拿了 先嚇你 老鼠我們不管了,大家相安無事 我不麻煩你們,你也不要咬我 我可以安心慢慢上去 嘩,這裡也蠻鬼祟 踏幾條鐵浪在中間 就是完完全為了阻止人進來 樓上剩下一個Propaganda Officer 他似乎在廣播 他似乎在廣播 我似乎是這位仁兄負責浪毒 我聽到他在吸煙 我想看看 喂 他不是在看我這邊 我大可以過來 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跟他說話呢? 試試看吧 我保證了,不然大不了你去摟暈他 喂,兄弟 喂 每個人都知道我來殺人 蛤? 為什麼你們都這麼樂意幫我? 935密碼,在他的房間裡有一個夾蠻 相信我,在那個卡牌錄製造成功 好運 嘩,在Lord Region身邊 其實每個人都不太樂意幫他 我們之前捉過Sokorov Sokorov也很快就向我解釋 其實我沒所謂幫誰 我都不太支持Lord Region 不過他現在是統治者 我繼續在他旗下做研究之類 然後我們前兩集 就找到那個負責維修 去一個護城河的阿哥 又是第一時間看到我就說 喂,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我也不喜歡Lord Region 向我提出條件 幫我 叫我開那道水閘 上來這個過音人 又第一時間跟我說 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我告訴你一些好東西 他說Lord Region錄了很多秘密的聲帶 如果我們把聲帶公開 用這個機器 宣揚給整個城市 那他一定會生敗明裂 那我的錄音帶就收到Lord Region的房間 他就叫我去找 也知道Lord Region的房間 隔密密碼是936 一會兒再重複看一次 但我只是奇怪 Lord Region看來人品都不太好 沒有朋友幫忙 我知道之後我可不可以勒暈你 我怕你突然去報警 反正這個東西 塞餅帶進去就可以了 我自己也會用 有沒有話要跟我說 我還告訴我 他那間房間可以在陽台跳過去 不一定要從正門進去 不過不要緊 他都沒有守衛了 好 得到有用的情報之後 似乎 搞完這麼多東西 終於可以正式去面對 Lord Region 下樓下先 拿一些Rune 但首先當然要 我們真的可以在這個Balcony跳過去 好像沒有什麼 對喔 真的可能可以跳過去 不過不要緊 要檢查一下剩餘的 那裡的Balcony跳過去 還有一個Rune 似乎在Lord Region的房間 我們先拿一下Balcony跳過去 怎麼會有老鼠聲啊 還沒聽到 看看有什麼書 哎呀哎呀 Tower of Dunwar有沒有看過呢 看看 這個記載呢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身處的Dunwar Tower的歷史 超過一個世紀以來 Dunwar Tower 是這個Isles of Crystal 這就是賭國的首都位置 也是這個 帝國的權力象徵啊 很多統治者就來來去去 就是經歷了不同的朝代 每一個都加了一些結構 在這個Dunwar Tower 包括一些花園啊 一些遼望台啊 新的牆啊 水池啊 或者一些室內裡面 特別的房間 去符合他們個人的需求 那Dunwar Tower呢 見證過無數的戰爭 好幾場大型的火災 和北翼曾經倒塌過 和重建過 其餘的國家呢 包括Cotivia 和Circunnos呢 就首先加入這個帝國 而Morley就是 橫抗了最久了 所以呢 我們之前也都看過那些書裡面 講解過有個叫做 Morley Resistant 還是什麼啊 還是Rebellion 還是 忘了叫什麼名字 但是總之應該是說 呃 燈和這個國家 如何修復了Morley的一個 小國 或者一個繁淑的歷史 曾經這些鬥爭呢 亦都是令到這個Tower 需要加強這個防衛的一個原因來的 而和Morley的鬥爭和摩擦 去到後期呢 連番的暗殺行動 就導致燈和的皇室呢 就開設了這個Royal Protection 這個位置了 那之後歷代的統治者呢 都會挑選去自己的Royal Protector 經過審慎的考慮 那我們的主角 Korvo之前 未被陷害之前 也是這個職位 Royal Protector 可以稱之為 皇家守衛或者皇家保衛者 一個負責 貼身保護 呃 呃 我們看看 那這封東西呢 就是阿Pierro寫的 呃 講回一些失敗的實驗 他說 當然啦 我是有嘗試過去改良 蘇卡洛的設計 包括他做出來的機關 或者他的藥水 他說 當然有啦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他說 說到底啊 很有可能 他怎麼想得出這些事情 都是因為受了我們 以前做同學的時候 的互相影響 我們全部人呢 都是那個 社群的一份子來的 大家都是努力去嘗試 解開這個宇宙的Obey 就算我們這些最千才的頭腦 有時候都會 怎麼說好呢 給我們一些 呃 很有智慧的同僚 的一些 討論啊 和一些對話之中呢 找到 一些 靈感或者一些 頭緒去創造 做一些新的東西的 那蘇卡洛當然也不例外啦 就算啊 他在貴族身邊 經常都 表現得他 好像一個天才那樣 就是 啊哈 是 我有很多實驗呢 都失敗了的 並不需要在我的背部 呃 閒言閒語的 說我這些失敗的事情 更加不需要在這個學院裡面 公開去討論我這些失敗的事情 有野心呢 就當然需要 take risk 需要冒險的啦 你現在可能會 取笑那個 Door to nowhere 去 去不到那裡的門 本來 啊哈羅一路 一路研究 好像那些 叮噹那裡 隨意門的東西 但有一天呢 你就不會笑的 你的子孫呢 會 用我這些 隨意門呢 好像平時用電燈啊 或者街燈 那樣普通啊 好像幾年之前呢 你會取笑啊 Socloff的 Arc Pylon 或者Wall of Light 你的取笑 和你不洩的笑容呢 只是代表著 你有限的想像力 啊 Pierro一向都是的啦 認為呢 需要冒險 不妨去作多些嘗試 那當然啦 做科學的人 都是要靠不斷嘗試 才有成果的 那這件事 我都不反對 Real Believe Done What 又有書 很多書看啊 這一集 這本書呢 就講述這個 燈和底下的 地下水道結構啦 歷代以來呢 這個 地下水道 和這些 通道呢 在燈和City底下 這些就有很多用途的 在最初的日子 這些 地下水道的主要用途呢 就是用來 排紅 幫助那個 Renhaven River 應該說 有些洪水來到的時候 就幫助它分流 這樣 在這個時期來說呢 就有些有錢人 有錢貴族 也都很輕 給錢去興建一些 地下水道 連接到他們大宅 大宅底下 不知道是不是當坑渠 用 可以 那 隨著日子過去 這些複雜的地下水道 很多時候就開始 連接在一起 有時候就是 設計上 有時候就是 就是 起一下起一下 意外地就 就結合起來了 那這個地下水道的歷史呢 就 非常悠久 非常豐富的 就 連學校的小孩子 也有 上課學這些東西的 在 Morning Insurrection 期間 那些叛軍 就曾經 啊 廣泛地 使用這些地下水道 也都有在一些 酒吧的 上 聽到的歌 很多情人 人們會在地下水道比較乾淨的出入口去會面 由於那些乾淨的地方也會有些河的海風 河風應該稱之為 吹過去也很快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幫派和走私的人 會利用這些地下水道去做他的工作 也有流傳的Royal Spy Master 現在這個Hiram Burroughs 有一群很厲害的情報人員 就很了解地下水道 運用地下水道去做好他們的工作 直至近期之前 這個舊的隧道經常出現一些倒塌的問題 導致這條街下陷了之後 就出現一些臭氣昏天的大洞 但是新這個系統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新的系統就加強了 由這個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城市規劃局 就加強了和擴建了地下水道 是由這個Emperor 一世的時候就做了這件事 現在的地下水道就很厲害了 是的 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都經歷了很多次走地下水道 都沒有試過淋山泥之類的事情 好在 好在有人做了一些加建工程 看這本什麼書 《Abbey of the Everyman》 這本書主要是講Overseers的歷史 《Abbey of the Everyman》 這個修道院是 就是這個區 或者是這個世界還是這個國家 不知道應該稱之為 的宗教權力核心 這個修道院多年以來 就是致力去保衛普通的平民免受 這個Outsider的傷害 Outsider 有些相信Outsider的人 可能會對他們不理 本來這個修道院 就是很多人來朝聖 和尋求庇護 或者指引的地方 直到他們認為 需要組織一個軍團 去應付Outsider的追隨者 很多人錯誤地以為 這個修道院是由 High Overseer Benjamin Hogan 這個Hogan這個名字 我們之前說過 之前遇過很多人 我還以為這是一個 這裡崇拜的神 原來是一個 以前地位很崇高的 High Overseer 看來 但實際上 這個修道院 是來自 Hogan的後繼人 John Cavering 這個Cavering 是不是也是 Cavering Bonnevar 那條大盜 就是 由這個 以前的Overseer 而命名的呢 實際就是 在John Cavering 建基石的 在修道院 建基 成立了 不久之後 所有在附近的Overseer 都來這裡 開始 向White Cliff 一個白色山頂的 一個長征 在那裡 展開了一個 圍城 Overseer 修清了區域 他們 跟什麼人打呢 就是跟異教徒 主要 就是 信奉Overseer 一些女巫 還有一些 其他 閒人 這樣 Hogan在這個戰役 就 被殺 但是最終 Rite Cliff 這個地方被清洗了 之後 所舉行的很多 宗教儀式 歷史了很多個月 不是 歷史了一個月 在那裡 都見證了很多演說 及後這些演說的內容 就被寫成 寫在石板上 帶了回去 修道院 時至今 那些石板仍然是 放在修道院 那裡 那我們就稍微理解了 究竟 他們 Overseer 原來這麼久之前 曾經去 White Cliff 那地方 縮清了一群 Outsider的信徒